欢迎关注明镜头条 今天话题聚焦 河南地区强降水 郑州遭遇暴雨 7月17日以来 河南省浦江暴雨大暴雨 局部特大暴雨 当地时间的7月19日至7月20日上午 河南的强降雨达到近期鼎盛 全省遭遇大范围的极端强降雨预计 今明两天河南的强降雨仍将继续 至22日降雨将减弱停歇 首先关注中国新闻讨论重点 寒线暴雨袭击 郑州水灾 惨况出目惊心 综合媒体报道 据河南省防汛抗汉指挥部的消息称 7月19日7点至20日7点24小时之内 河南全省大部分地区出现大雨大暴雨 郑州西部平顶山鲁山县 洛阳东南部等地出现特大暴雨 其中鲁山县四棵树雨量达400.8毫米 连续三天河南全省遭遇大范围极端强降雨袭击 7月20日河南儒州拱义等地出现洪水 街头众多车辆被冲走 居民家中物品被冲上街头 受暴雨影响造成河南郑州部分航班延误 部分高铁列车晚点运行或停运 而郑州城区多路段积水 市民称开启过河看海模式 综合多家中国媒体消息 7月19日河南郑州迎来了强降雨 并持续至20日市区多路段出现严重积水等情况 20日河南郑州地铁多个出入口临时关闭 其中郑州地铁4号线东十里铺地铁站F出口 因降雨漏水如水连动 7月20日河南平顶山 如州寄料镇降水达200毫米以上 导致出现洪水 由于街道积水严重 大水湍急 多辆汽车在一起被洪水冲走 当地镇政府工作人员称 多辆汽车已经被洪水冲走 雨还在下 具体受灾情况正在统计 7月20日河南拱义多村庄暴雨道路成河 车辆被水流冲走 多名网民在网上发帖 求关注拱义暴雨 有人被困家中 现场信号不通 停水停电 7月20日河南都市报报道 因持续暴雨 河南省拱义市米河镇积水严重 进阵道路中断 信号塔被冲塌 部分信号中断 进入米河镇的道路已经无法通行 当地受灾的网民纷纷发铁向外求助 到处都已经塌方 断电失联 今天早上市区断电一早 下午老家打电话来说 房子塌了一间 据河南官方统计 自7月16日以来 强降雨造成平顶山 安阳交座三门峡 南阳信阳 周口筑马店等所辖 17个县区14万余人受灾 农作物受灾面积9200余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7200余万元人民币 接下来关注大使小平 讨论重点 河南水患郑州 特大暴雨 机场关闭 医院停电 地铁烟人 在我的这个做电视节目的这个历史上呢 我自己单独讲一个关于洪水的这个节目 可能这可能是第一次啊 可能原来可能没做过 原来在做杂志的那个时代呢 写过北京的那个水灾 记得那一次北京的水灾 你开车开着开着开着 你开到一个立交桥下 你就后来给淹死了 这种情况在北京发生过 我曾经记得我的有一个嘉宾啊 他原来好像对这个外面的事物并不关心 他就是从这么一个北京城的这个啊 立交桥下的这个水把人给淹死这个事情呢 他开始观察 观察之后他看到这个这个现象 慢慢就开始观察这个现象啊 那么后来跟这个警察之间发生了一些啊 冲突 慢慢到最后成了一个啊 关注社会问题的一个啊 艺术家这样的一个一个人啊 现在最终流亡到美国了啊 这是我记得我原来做洪水问题啊 我想起了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郑州呢 现在呢啊 我们大家看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啊 一个视频就是这个郑州的那个地铁站啊 地铁站的那个里头的那个水要给灌进去了啊 那那人在在地铁的那个啊 车那个车厢里头 你看看见那个车好像在动 水也在动啊 给人感觉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么一种境况 那么这个呢 正好呢 我看到那个有一个视频啊 啊 是一个女士啊 她在车里头 她应该是在就在 她是在现场的一个人 她录的啊 这个时间呢 发生在晚上的这个八点多钟啊 我们导播呢 可以把那个啊 视频的链接啊 在新华网里面啊 发给我发给大家看看啊 这个灌水的灌的这个情况呢 她录这个视频的是晚上八点二十分 然后她说经历了一个精心动魄的一个小时 那就不知道那个水位 那个水位最高的时候 已经到了这个其胸的那个位置上 啊 如果这水位继续往上涨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哎 后来有好消息啊 一个精心一个小时的精心动魄 在这个八点三十五分左右的时候呢 就有这个消防队员进来了 在抢救这些人 那么这个 发生的这个事故呢 是郑州地铁的五号线 在海滩寺沙口路那一段 那么究竟那个车里头呢被困了多少人 我想绝对不是 几个人几十个 应该有很多很多 这次郑州的这个发生这么大的洪水呢 我们也没看到官方关于这个 死亡 和 失踪人数的报道啊 现在还没有完全看到就是 各位数的一些死案例 啊 某个地方死了一个某个地方死了两个啊 但是从现在这个视频看到的情况来看的 有些地方我看有一个视频有一个 光着这个 绑子的人在那蹲在那坑边上 或者那个坑整个这个掉进去 那样的人被捞回来的可能性 就非常非常的小 这是讲的从郑州 地铁的这个啊这样一个事件 五号线 讲这个这个洪水的问题 这个洪水呢郑州的这个地铁的这个洪水呢 是整个的这个 河南的这场大洪水啊 所谓的这个突破历史极直的这么一场 啊 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集合成的一个 一个水患的一个事件 那么根据我看到的这个信息呢 主要集中在河南的西部 中部 还有北部地区 郑州呢正好在 中部靠北的地区 啊这么一个地带 这个从气候预报来看天气报看的19号17点到20号17点啊 全省 大部分出现 暴雨大暴雨 郑州许昌 新乡等地区出现特大暴雨 全省平均降雨量73.1毫米 那么集中呢 郑州许昌 新乡平均降水量分别为286.5毫米 141.5毫米 129.6毫米 这应该是前三位 啊 那么最厉害的呢就是这个郑州 啊 这个 但是呢在单位的面积上了 我看到这个说的这个还有这个松山也是比较厉害的 松山的降雨量就少林寺所在的地方 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做媒体说 少林寺已遭水烟啊 警区汽车被 水泡 被冲走 那就指的这个松山 那么现在这个 少林寺 羽绒门石库等超过50家都民警点的 紧禁关闭 在松山这个地方呢 啊这里的降雨累计雨量大 持久性强 啊 从18号 到 26点 松山和西密累计降雨达到577毫米 及512毫米 郑州的情况呢特别突出 他为什么突出他在一个小时里面的降雨量达到了多少达不到你 201.9 啊 毫米 一个小时啊 20号的 4点到5点下午的4点到5点 这一个小时呢 他的降雨量 是201.9毫米 啊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我看了一下啊 按照一般的标准日降雨量在250毫米上称为特大暴雨 201.9毫米的是郑州这个一个小时的降雨量啊 那一天250毫米就是特大暴雨 那么郑州在一个小时就灌注了201.9毫米 啊 而 郑州 常年平均降雨量为640.8毫米 那么这一小时就相当于啊 这三天啊 下了 以往一年的量 一个小时下了很多 这三天把一年的雨都下完了啊 你说 郑州他有再好的这个水利 所以下水道系统 这也扛不住啊 所以说有网民说这是我可这可能是我大郑州最大的灾难 啊 那么这样一个郑州的这样一个啊 特大暴雨的这么一个一小时的记录呢 啊说是全球省会 一小时最大降雨记录啊 破了世界记录了啊 进了吉尼斯 啊 全国 气象级一小时啊 气象站一小时降水记录 中国2418个国家级气象站的 单小时雨量记录啊 他给破了 那么下面就好说了省会城市当日降水记录郑州以史来最强 降水记录 7月降雨记录都不算啥了 就是中国的记录和全世界的这个记录 他都破了 所以 我们就知道他这个雨量啊 创造了一个吉尼斯的这个世界记录 那么通常的这个在防汛的问题上呢你把这个防汛的几 别啊提升到 一级那么根据当地的 啊防汛预警预案呢 一级响应 主要是针对下面的这种情况啊 主要的 流域多个区域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 造成 农作物受淹 群众受灾 城镇 内闹等 重大灾情 主要 防洪活道重要活段 出现超 标准洪水 还有呢 主要防洪活道重要活段 堤坝 发生绝口 需要启用 徐洪 洪区 蓄质洪区 大型水库发生重大险情 或为 重要的中小型水库 发生垮坝 这个水库的危机呢 我看到报告是32座 大中型水库 超卫 解放军武警出动2万人 分布在黄河大堤 长庄长庄水库 尖庄水库等重要区� 保卫黄河保卫长庄 刻不容缓 他这个长庄的那个水库 我看到有个网友在写介绍 他说他的那个 水坝的高度啊 那水卸下来的很危险 那么这27塔 没都没那么高 啊 比他要矮 这要保卫黄河保卫长庄啊 那么这个里头最显的一个提霸 是什么呢 河南省洛阳市一川县境内 一河滩南水坝 出现了月20米 宽的决 决堤口 啊 我这里头 有一个 有一个图和视频啊 交给我们导播 这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决堤的一个20米决口 然后那个解放军83集团军 紧急出动 爆破风红啊 这个爆破风红就不知道哪些农民的田地又有个烟了 这是我看到的这个 这个南水坝 决口的这个唯一的一个报道 那么呢根据这个媒体的报呢 有32座大中小型水库 水位超限 水库非常非常危险 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这场雨水呢 这场雨水你看在郑州啊 在造成了什么灾害啊 我看到的报道啊 这个 除了刚才我提到的郑州地铁五号线啊 现在这个 到7月20号晚90许进出郑州机场的地铁 陈济列车已经停用 机场高速 现行 通行受限 旅客无法进入机场 郑州机场以暂停接收进港航班 启动大面积航班延务红石预警 目前呢5000多名游客啊那个旅客 滞留在这个郑州的寒正楼 从7月20号到7月21号 7月20号的晚上的10点到7月21号中午的12年呢 郑州机场不接受进港航班 等于整个的这个郑州机场这个航空运输这一班呢 基本上是 我不知道客运的货运怎么样 客运这个已经完全瘫痪了 那么一般的这种情况下医院那必须24小时运作 但是我看到报道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领导介绍呢 医院全部停电 电梯全部停用 备用电源 无法使用 这场洪水把郑州的医院 这个医院给弹化了 停水 郑州市多个小区发布停水停电通知 大约已导致部分小区配电房 雨水灌入 为避免发生人员触电伤亡事件 及设备受损产生更长时间停电 河南电力已将部分供电设备进行停电 这么大灾害面前 那么生病的你不能去医院 我不知道这个在点蜡烛的情况之下医院能不能做一些简单的这个手术反正那大型手术不仅已经是够呛 做不了 然后呢这个郑州地铁全线网车站以暂停应应服务 我不知道这个网车站是什么东西 我对这个概念我非常的陌生 我们这个这个是不是意味着郑州地铁全线停车 如果有网友的话呢 启蒙 给我启蒙一下这个网车站 全部停 什么意思 然后就前面提到的这个 显然郑州的这个地铁五号线那个事情非常危险啊 上面非常郑州郑州的官方非常的重视 那么前面提到的那个 五号线的那个女子在里面录音的那个发的那个录音的那视频就是 从郑州市委宣传部传出来的那么一个消息 所以说 这个地铁五号线的这个救援啊应该是在郑州市委的协调下 进行的 赶在了这个 比较危险的时刻啊 他们去救了这个这些人那么这些这些人说经历了一个小时之后呢 现在开始这个 放心了 我看到啊我看到这个有一个 地铁站的这个阳台上啊放的很多的尸体 我不知道那些尸体是哪一个车站 是不是 这个 郑州地铁五号线上的尸体 那上面的尸体 有大概有三五巨那样的尸体 好像大部分都是女的 很悲惨的 会不会是这个 地铁站 进水以后发生的情况 月台上摆了多具的尸体 这个 我看到是这个有尸体但是不能确定是不是就是五号线上的 那么现在这个整个的列车呢晚点运行停运 和折返这是指的是 这个铁路 是铁路 进那个郑州的铁路 那么郑州环城高速权限 郑少高速权限 机场权限的部分高速禁止所有车辆三站 郑州市城区道路严重击水 四区道路几乎瘫 80多条公交路线临时停用100多条临时绕行 这个水坏等于让郑州 整个城市完全瘫瘫了 基本上完全瘫瘫 那么河南台的气象台的河南省的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宁 他说这次的这个 河南的洪水和郑州的洪水呢 什么情况呢 一持续时间长 从17号开始 那么我看到的对消息呢这个 雨水呢一直要下到多少有的地方要下到22号 现在我做节目的单口是20号 中国那边进入21号 那么应该还有一天的时间 所以郑州的这个最危险的时刻应该还没完全过去 这就是 累积雨量大 累积雨量大 降水范围广 整个的河南的全省都有大的降水 降水时段集中 主要发生在 18日18号晚上的夜将开始 另外就是具有极端性 什么极端性就是突破了历史的极值 那么松山巩溢新密 燕丝登峰五个站点突破建战以来 3日累计降水量 历史极值 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河南这次 被这个暴雨的这么一动 狂扁 狂扁 中国 中国这个发布的气象预报数 7月20号到21号 河南省黄河100和郑州洛阳开封平底山等地仍有 打到暴雨 局部大暴雨 看到暴雨 这里头就有郑州 那么说了这么多呢说了这么多呢这个原因呢 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我现在最换最最不清楚的就是对这个 暴雨的这个原因的这个解释 这个原因的解释呢 他跟这个很多人想的这个所谓的全球 气候变软啊全球进气候变软 因为 并不只是这个 河南郑州这一次 在这在河南郑州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中国的电视媒体大量的都在谈欧洲的水灾 河南 比利时德国 这个河南是比利时这个德国这个水灾呢 我现在看到报道啊 有两百来个人遇难 千人失踪 默克尔去那个灾情的现场视察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惨状啊 他说极其恐怖 令人震惊 洪水破坏之严重 以及无法用德语词汇来形容 那显然就说应该是他这一辈子 没有见过如此惨烈的这种洪水 那么郑州这次让人们领略到了 一小时的这种雨量 有多多多么多仓狂 欧洲的人分析呢 欧洲人的分析呢 这个中国那边我看的这个张宁的分析 他是从这个气候学的一些特别啊 专有的这些词汇来分析在一个问题 他是从这个特有的词汇来分析 那么欧洲的分析呢就广泛一些啊 欧洲的分析要 要广泛一些啊 看张宁是怎么分析的 河南之所以出现长时间降雨 是因为降水受深厚的东风急流及稳定的 低窝窃变影响 配合河南省 泰寒山区 湖牛山区特殊地形 对偏东气流的啊 强幅和台深效应 使得降水量 中心主要分布在河南西部 西北部 原山区稳定少动啊 这套术语 啊我是原封不动的 啊 奉献给我们的网友 看我们的网友在有专家去分析这个东西 但从欧洲来看呢 他觉得分析就比较 啊五大五大方面啊 异常天气 异常天气 欧洲的这个异常天气 它的降雨量 7月14号到15号的降雨量是100到150毫米 那么跟郑州的那个降雨量一小时的降雨量都不到 郑州一小时量就突破 200 啊 那么 欧洲的这个降雨啊14号到15 才是100到150毫米 那么这个100 到150毫米相当于 两个月的降水量 在在欧洲 所以两个月的降水量集中在两天 所以都引发了欧洲的大水灾 那么与气候变化问题 无关就在插头 就是气候变化 但是关于气候变化是不是引发了欧洲的水灾这一次 我想左和右都有不同的看法 然后呢指的是当地欧洲特殊的情况 未受保护的水道 但就是欧洲准备不足啊 就是整个天气预报 对这个老百姓的警告不够 最后是城市规划 那么我们把这些理由 套到呢这个河南和郑州的问题上 是不是合适 我们也不清楚 现在那个我觉得 我我少了一圈中国的这个媒体啊 中国的媒体 尤其以这个人民网和新华网为这个 为参照 他们仍然没有这个关于 河南水灾的报道 这个郑州地铁五号线的那个报道是在人民网 要往下拉拉到快到底下的角落的时候你会发现 里面有一条 讲的是这个 河南的 郑州的水灾 整个的这个网页啊 那整个的这个网页 通了大标题叫什么呢 人民网评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头 然后你要往下使劲拉 拉到了这个 最下面的时候你发现啊 有郑州水灾的报道 那新华网 也差不多 中国的官媒啊 对这样一个洪灾的报道 显然那没有上多少星 老百姓啊 在这个在洪水之中呼救 很少人能看到 官媒有多关照 有多关照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 我看网友在说啊 这个河南的那个电视台在这种洪水的灾难之中 还在那播放看日神剧 好像 官媒官方啊刚开始对这东西都没有任何的这种反应 在心理上你可以说啊他的这个准备不足 应该是肯定的 根本就 准备不足 欧洲这个对这个 这场洪灾的反思说准备不足 那么在郑州这个 地方也应该说是准备不足 你看他的媒体报道和这个媒体的这个 总对这名页面的安置 没有这种洪灾的新闻 所以我们很多人啊 这个是从社交互联网上的网友手机上拍的东西来做新闻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呢 真的不知道现在河南的洪水有如此的厉害 这要谢谢我们的网友 啊在这个时代 将这个河南洪水的真实的情况 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也让我今天呢 有幸做一个关于河南郑州洪水的报道 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这个节目的内容啊 感谢我们观众的收看 看看我们的观众啊 有没有 评论 这个观众说欧洲才死了200人 他有数字啊 但是中国这个死亡这个河南这次灾灾害事件死多少人啊 这个还有什么爆炸的这些东西的啊 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啊 不应该我预感不是一个小数字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死亡的数字啊 伤亡的数字失踪的人数 经常是这个灾害性报道之中最敏感的一个部分 啊 这也是这个媒体啊 对这个中国的官方统计数字非常不愿意相信的一个部分啊 希望中国啊 这个这个方面呢啊 真的是天灾人祸敢于面对啊 这个尤其是民运这个这个新闻报道要敢于面对啊 在5月底中国的见面新闻报道 中国南方发生多次强降雨过程 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九省市地区有79条河流发生 超紧洪水最大超紧幅度0.01米至3.59米 重庆甲高河发生超保洪水 当时的水利部水汉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处长王维在 接受采访时说 从当时的情况看 今年殉情属于正常年份范围并不排除后期殉情发展的可能 但他表示他们已经做好了科学应对的准备 接下来关注今年5月份的一篇来自中国新闻的报道 大灾江西中国已有79条河超境界水位 中国即将在6月1号进入主讯期 而南方许多地方在5月已经经历过5次较强降雨 目前已经有9个省区79条河流发生超紧洪水 江济省已经有78.5万人受灾 此外流行安徽浙江梁省的前塘江 也在近日出现今年第一道的洪水 综合媒体报导 5月份以来中国南方地区已经遭遇5次较强降雨的过程 浙江 福建 江西 湖南 贵州等地的地区 降雨日数更是达到15-20天之多 降雨量跟以往同期相比增加到1-2倍 导致有79条河流的水位超越境界 最大幅度为0.01米到3.59米 截至目前为止 9个省区有79条河流发生超紧洪水 而其中在长江流域的乌江水系 三峡区间 洞庭湖水系 以及波阳湖水系等 共有34条河流发生洪水超紧 最大幅度为0.02米到3.32米 官方统计截至25号下午4点30分为止 这场从5月19号开始的洪海 已经在江西造成78.5万人受灾 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5万7300公顷 倒塌房屋21户43间 严重损害的房屋有97户171间 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5.9亿 中国气象台预估指出 26号到30号还会有新一轮的降雨 江西应急救援队伍 共有3万2765个人已经进入被证时期 而从28号到31号预估江南 华南北部以及贵州等地也会有中到大雨 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暴雨以及大暴雨 未来一个礼拜 长江中下游杆旋以及两湖水位将会进一步升高 其中浦阳湖新子占水位可能超越境界 此外6到8月南方北方均有许多多雨区 其中又以北方的多雨区为主 黄河中游、海河部分水系、松花江都可能出现较大洪水 而珠江、太湖、辽河可能发生超紧洪水 长江跟淮河可能发生区域性的暴雨洪水 对此中国水利部水和灾害防御司技术资讯部处长王伟表示 今年以来水利部已经加快完整防洪抗灾减灾工程体系 并且敦促各地要修复去年被毁损的水利工程设施 目前修复率已经达到94.4% 同时今年也将会纳入长江流域水工程防洪联合调度的水库 已经增加到47座 总防洪库容量达到695亿立方公尺 而截至26号上午8点为止 三峡水库的水位是150.83公尺 也将依照计划在6月10号之前 小落到汛县水位 中国去年夏季降雨量达到1961年以来第二高的记录 除了主要河流湖泊发生洪水 长江三峡大坝的水位也接近临界值 曾经多次泄洪 除了水患之外 5月武汉跟加苏还出现龙卷风 造成12个人死亡 数百个人受伤 9月当局还公告 主讯期以来 全国有751条河流发生超级以上洪水 长江 黄河 淮河 珠江 以及泰河等大江 大河 大湖 共发生18次的洪水 中国全国28个省份超过7000万人次受灾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 推特 at mingjinnews 脸书 facebook.com